灯泡的收尾工作 按着ALT,在FollowShop 按着ALT键,压着不放,点这里 那就只看到这个,假期先不要看 那我觉得我刚在图的时候 看一下,其实旁边这边描得很糟糕 这边至少描得很糟糕 那我希望这边呢,这边 再来做一下处理,这个 至少这个轮廓看起来就是 不是那么整齐,来 按着ALT,我只看到它 那把这灯泡选起来,当然使用什么做 快速选取工具 到里面选起来,沿着周围选 这地方要特别稍微注意一下,当然有时候要收尾 这里这里,看起来差不多了 那Ctrl加放大再check一下吧 这边多选了阴影耶 这时候呢,请再来帮忙 套索工具 的 剪 剪到哪里?剪掉这一块 这里要少了一点点,再把它加回来吧 我就不放大 我就不放大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轮廓到底有没有顺 看起来好像差不多了 这个轮廓恐怕比较美一点 那在Photoshop做选取区可以做什么事情 你看一下 点这里,按滑鼠右键 它可以把选取区可以储存下来 这个 如果储存下来,等一下呢 好几个地方要用到 我们刚海水的地方 边缘这边涂了半年,其实也不够精准 来 所以做什么事情 这个储存选取范围 那储存选取范围呢 就去摄板 摄板之前我们交过来 就调到哪里?这里来 这个就α1,就是选取范围 那这边看,Ctrl D 那这个呢,我再把它取消一下 那什么时候要用到它呢? 譬如说我刚刚就觉得 这边在涂这个 看一下,剪 我觉得这边涂的有点糟糕咧 那谁错,错在这里 来 那这个色板可以转成选取区喔 所以 这个不要,这个这个这个 我把它拉到这里来 就变成选取区了 然后再切回RGB到这里来 这地方 我刚刚就觉得这地方下面 涂得不够好 点这里喔,点这里喔 那目前这里呢 我选到是里面的颜色 你要填什么色? 编辑填满 黑色是遮住,白色是绣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反向选取好了 按右键的什么 反向选取 反而转在哪? 选外面喔 外面的地方全部要遮住喔 遮住填黑色 那就编辑的填满黑色 等一下你看这一段 我现在填在这里喔 编辑填满 黑色 诶,你不觉得旁边更自然一间 我是用它的轮廓 灯泡轮廓 所以在Ctrl G后悔一下 原来这样喔 我把它填满完 编辑填满 看一下看一下,黑色喔 有没有觉得这周围的边 更柔顺一点 有,因为我是拿灯泡的 不是用土的 用这样土不会很精准啦 OK吗? 哦,这里这样做 所以这边修是修会比较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这个地方要修喔 这个地方,来 那除了修 先把眼睛先关掉 我们现在看的是这个 这刚才是用土的 土的色有点糟糕呢 那就是我们刚刚这样土 当然不会刚好 那怎么较进来 再看一下 在侧板的地方 这是我们这个灯泡的地方 当你把它拉到这里 就会转换成选举区 别忘了喔 要切为RGB喔 那再回到这里来 我们要处理哪里 这里,这里,这里 那记得 我们刚选的是灯泡 按右键要做反转 把周围的地方都变成什么 黑色 编辑填满 黑色 所以Ctrl T 这样这个行为 比较好看一点 更接近灯泡 更接近灯泡 这时候再把 饮料的东西把它打开来吧 这个是我要打开的 那这个也是要打开的 打开的 这个 这个有这一支 这一支 再加一点也不错 那这只要打开 对不对 接下来呢 还有这个 Shadow 阴影 那这个 那这个不要 这原来的东西在这里 好来 那刚最后做完一个 我希望做个总理的结果呢 加一个新的图层 按Ctrl Auto Shift 加1 就会把眼睛睁开 跟合并变成在这里一张 这个 这个就在 这个是组合起来的 好,按着Alt Alt键压着 只剩下它 这个就是合并完的作品 就在这里 那我刚做了有点多想告诉你 我会回到这里来 按着Alt 点这一个 只会看到这一个 我会把灯泡选起来 按右键可以储存成选取区 选取区 选取区就会在哪里 射板 你就可以做下一个动作 请大家再来帮忙 好,这样做出来 会更细致一点 好,这样做出来